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美老师跟霍老师他们说的都是一些具体的知识 我可能想讲的是方法 这个方法不是说演奏方法 就是一个人处理一件事情的方法 也可以叫学习方法 或者再往上上升一点 就是一个人他的智慧 或者是他的能力 他的情商是这些东西 我要说一个必须要开场的东西 就是因为我在准备这次讲座的时候 我翻看了一下我在2012年 我硕士毕业论文的内容 然后当时翻看的时候我就发现 我当时是找到过说 在1950年的时候 贺鲁廷老师就率先建立了音乐少年班 然后就在上海音乐学院呢 就办起了副小跟副中 形成了这种大中小的这样一种音乐教育体制 然后其他的音乐学院呢就纷纷效仿 我看到了这个资料 我觉得上海音乐学院副中呢 在教学的系统性跟规范性上面 是起到了一个表率的作用 所以2015年是由上海音乐学院副中 率先在副中阶段的一个教学的研讨 我觉得这个也是情理之中 对 因为确实有这样的能力跟资格 来第一次组织副中阶段的教学研讨 我在当时的毕业论文里面呢 曾经有这么三个方向的论述 第一个就是采用科学的训练方法 第二呢就是重视二胡演奏技术跟情感的统一 第三呢是重视心理因素 在二胡训练过程当中的作用 我今天想想一些比较鲜活的感受和实力 我的题目叫教学互动与能力培养 我念的是教学互动 可能大家觉得如果我不念 看题目的话 看手册上的题目的话 一般就会直接念教学互动 我说的这个教学互动的这个 念声上面声调的变化呢 我想大家应该都明白这个意思 教语学不是咱们一般说的教学 教语学呢是 那大家就明白了两个动词 就是指这个教师跟学生 他们是互为主客体的双方 在教育学 反馈再教 再反馈再教 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循环的过程来实现的 这个教学互动 那当教是主题的时候 接受知识的学生就是课题 等他接受完这个知识 回去练 他在回课的时候 他就变成主题 老师就变成课题了 所以这个教学过程呢 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也是一个互相促进的过程 就是我们平常讲的 教学相长 但是天天讲 是一个这么老生常谈的话题 我觉得还是常讲常心 因为老师跟学生永远在变化 老师永远也面对的都是不同的学生 而且老师自己也会因为年龄或者教学经验的增长也会变化 所以就这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常想常心的事情 我特别同意的一个观点就是 任何历史经验都不能照搬 全盘照搬啊 我说的是 甚至就是 都不一定能成为你所想要参考的那个经验 可能有人不太同意这个说法 说这个有点太极端了 我理解的这个意思呢 是说不同的人面对同一个问题 他的解决方法跟方式是不同的 即使是同一个人 他今年的解决方法跟去年的也不一样 环境不同 对象不同 性格不同 心态不同 受教育的程度不同 你的成长的速度也不同 所以这些东西夹杂在一起 那么每一对师生其实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关系 没有一对师生的关系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你就要在当下这个状态下 在教学规律跟你的计划不相悖的情况下 每一个教师 每一对师生之间 都要做出一个独特的推进跟解决的方案 那教与学这种互动是通过一个重要的媒介 来让他们之间发生关系的 就是音乐作品 或者是随便你小的练习曲 或者是任何一个小的片段 哪怕就是一个长工 在不同的阶段的沟通的内容是不相同的 比如说我们中国音乐学院附中 没有附小 学生呢 完成附中阶段的学习 升入本科之后 会有大学部的老师继续指导学生 新一阶段的学习 我们只能通过附中六年的时间 完成对一个学生的教育和培养 从实际情况来看 报考初一的和插班的学生的 几乎在这之前 都是一种非职业的学习状态 比如说大班授课 比如说学习的这个教学资源不够规范 都是从这种地方上过来 或者是没有进行过系统进阶的教育 或者是说老师给安排的盲目的考级 追进度 甚至我们附中最近几年的招生情况 还出现过 插班生考的越来越多 小生出反而是少了 我们分析这里的原因 就是学生进入初中之后 可能家长发现孩子学习不行了 这时候才转而想说 我要不要考音乐学院附中 所以整个招生的生源 现在出现的是这种情况 我们又没有复小 所以其实打基础的 比较好的一个阶段 过去就其实没有被提前 是滞后的 那进来以后 它又有各种各样的不适应 所以他们的幼儿园 在小学阶段 这些孩子他们的教育 主要就是一些指令性的教育 这种现象 就导致学生 在刚一进到学校的时候 完全不能适应 我自己觉得这种不适应 不单单是说 他学二胡不适应 是他对一种 学习方式和方法的不适应 他是整个这个人 在这个环境里的不适应 刚才我听到那个马老师说 就是关于这个方法论的问题 我也是一个方法论的 这个非常拥护的一个人 我认为大部分的问题 都是可以找到相对合理的方法来解决的 人跟知识之间是需要方法 来让他们产生关系的 就是知识是 知识是一个客观的东西 你是一个人 你跟他之间是有什么关系呢 就算你知道 一个事了 一个知识点了 可是这个知识点 能不能被你用上 它跟你真正发生关系 是需要有一个方法 让你跟他之间发生关系的 然后我问问 现在咱们在座的同学 有没有人看 有没有人追那个爱奇艺 视频上面的 奇葩说的第五季 现在正在播的 有人追吗 追吧 我是追的 有追的 那我这个 我有好多观点 就是从这个里面 都会说到的一些事 对对对 我看到昨天有那个 做示范的小朋友 我是追的 然后正好呢 最近他又更新了好几期 所以我今天可能说的一些观点 甚至引用的一些东西 是那个里面的东西 我觉得正好 跟我想要的 说的那个一样 我下面就说 他这个第五季 有一场辩论当中 有一个变手 他就说到一个什么问题 他说那个关于 信息 知识 和 能力的问题 他举个例子 他说 信息就是 假设说 这有一瓶水 放在这 说这瓶水呢 有一个信息 就是这瓶水 现在是常温 放在这 告诉你了 这就是一客观实实 知识是 告诉你这瓶水 在零度的时候会结冰 这就是你学到的一知识 但是呢 说 我在 我在 或者人 不同的人 在什么情况下 用 把什么味道的这个水 冰成什么样的冰棒 卖给谁 这个叫做智慧和能力 是人对知识的处理和运用 因为它发生在未来 它无法被记录在侧 所以每个人自我 对知识运用是有差别的 这个有点像 我刚才讲的那个问题 就是 你是一个人 那是一个知识 他俩之间发生关系 是要靠一个方法来发生关系的 我想他要告诉我的是 知识只是工具 方法呢 是获取这个工具的途径 但真正重要的 其实是人 是人的能力 所以我们的那个题目上面 在写 就是能力的培养 这种双向能力的培养 那我们教师通过一个作品 一个练习曲啊 或者音阶啊 长功啊 交给学生这些知识 通过学习跟训练 达到的 我们也不希望达到是说 你仅仅只是完成了这个作品 关键是一种举于反散的能力 你获取了这种能力的话 你后面自己的效率会提高很多 那像著名的经济学者 薛兆峰博士就说嘛 真正 他说真正有意义的知识 这个有意义的 我觉得是说得特别好的 真正的有意义的知识 它是存在于我们大脑的智慧 它必须要通过筛选 判断 反复使用 融会贯通 最后这些知识 才能变成我们大脑当中的智慧 那么继续往下说 我在网上看到一段话 说这话是这么说的 说总有人说 为什么现在的人物质水平提高了以后 没有觉得幸福如期而至呢 是因为感受幸福的能力低 也就是感性素质低 这个道理很简单 从幸福的角度看呢 幸福是人的体验 是想获得人生的幸福 不仅要拥有幸福条件的 这个获得幸福条件的素质 还要有体验这种幸福感受的素质 我看到这话的时候 我为什么就拿过来用了呢 因为他说到体验这个事 前阵子我们附中办 这个共享贤和民族音乐艺术周的时候 当时也是就是 也是马老师说的 说到这个觉知力的问题 体验的问题 体会的问题 然后我看到这段话的时候呢 我就想对 因为我也想谈体会 就是自己观察自己的这个能力 我就说把这段话放在这儿 那说回说回来啊 咱们先不说体会 不体会到幸福的这种感受 就说演奏这件事 我觉得说到底 其实是一个控制的过程 既然演奏这件事 它在行进的过程当中 其实就是你 你在对自己的一个控制的过程的话 那我们平常练琴 你当然就要练这种控制了 如果你不练的话 练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就是我说的是练控制这件事 但是控制的前提是什么呢 就是先得有觉知力 就是你得先知道你在干啥 你在控制它 所以我们一点点往前倒 就是我们需要演奏的时候 是一个控制的过程 那控制的前提呢 就是你要拥有觉知力 就是我们平时有的老师会说 叫外观内观 就是你要内观 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我认为我在整个训练学生的过程当中 我认为把它放在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那比如说 大家都知道开工 有一个 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这样开工的一个动作 但是这个动作是怎么来的 是你有一个真实的一个气息 然后它外化在你身体上 是一种适合这个音乐形象和情绪的 适合这个舞台表现的一个动作 那就是说你得先有一个 先有一个真实的气息 然后你再去外化它 结果最后的学生呢 变成就是只有动作 没有真正的气息 其实有没有动作 有没有气息是 是完全不同的 就算你做了 真的做了一个这样的动作 可是你没有真的呼吸 你相信一定是会被别人感受到的 哪怕你做了一个特别明显的动作 这个动作 不管是你为了告诉伴奏 还是告诉你自己 还是告诉台底下的观众 这个动作是这个启发 可是如果你的 你是真的没有呼吸 仅仅是一个动作的话 会被别人感受得到的 而且是出来的声音也是不一样的 那比如说一个手指头按在弦上 然后用一个比较中慢速的速度 拉这样的持续的长音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动作看上去很简单吧 但是这个动作 如果你在底下训练的时候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 其实脑子里要想的事特别多 还有就是我们平常 经常说的两手配合训练 咱们教材上不是经常有 两手配合练习 一二三四五 经常会有这样的练习 然后我就问学生 我说两手配合练习练什么呀 然后呢学生就说练两手配合呀 我说那两手配合练什么 我说的是 不是说问你练两手配合 练什么配合 说不出来了 那也是刚才讲座的老师就说了 说那个自己认真回去体会 尤其是快速的时候 左手的手指尖 跟右手持琴的手指尖 它们那种反应的那种迅速的 那种能力那种触感什么什么 其实就是这样 两手配合训练的前提是 两只手分别能感受到 它有一个节奏 其实跟刚才老师说的是一样的 右手呢 那比如说通过攻法 打打打打打打这样的攻法 左手呢 每一个手指放在弦上 其实你都是应该能感觉到 它有一个力量和一个接触的点 就知道了 这个手上去了 而且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力度 全部被你感受在手上了 那么四个手指头都练成基本平衡的 基本均衡的力量 不要这个重了 那个轻了 然后当它跑动起来的时候 它就会自然形成一个节奏 就是普面上出现的 提示给你的节奏 当你的左手也被训练的能感受到这种节奏的时候 右手也是这个节奏的时候 你都能感觉到两只手分别的节奏了 你再往一块对 我觉得这才是两手配合练习的基础的东西 否则的话 我觉得谈不上两手配合 或者说就算你练了一晚上 如果你没有抓到这个点的话 同样的问题 你在第二天练 还会出现 这儿拉得不清楚 明天这儿还是会不清楚 包括就是表达一段音乐 那普面给你提供的基本的一些表情 你已经基本领会了 然后你开始进入实施阶段了 可是你把这个音乐表情 怎么能够转化成一个合理的音响 你通过每一个细致的动作连接而成 表现这段音乐 你手上的分寸感也是你要去感受的 不能说你写一个建墙 你都不去想这个建墙 在你心里到底建墙成什么样 所以其实通篇都是在说一个 你需要去体验去感受 这样的一个能力 所以我们通过训练 获得了这种觉知力之后 我们才可以开始观察 我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动作 我这个动作是不是我想要的 更重要的就是 我这个动作带来什么样的声音了 那么控制也包括你的耳朵去听 而且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训练的任务 从简单的听遍音高 实质到最后的听遍音色 然后我们开始 一直都在控制的这个大的范畴里面 在不同的阶段也有不同的控制 年级低的学生 他们基本的控制 比如说控制身体 年级高的人 当然就不是说控制简单的东西 他对整个的音乐作品 从食谱阶段 熟练 表达乐意 一直到再创造的这个阶段 包括合伴奏的阶段 这个过程 哪些是他通过低年级的时候的 这种常年的训练 他已经提炼出来了一种方法了 他可以通过这种训练 可以自己完成 自己基础的 刚才说的这些部分 而且是有质量的完成 那老师呢 从旁协助的 比如说是 一个是方法的指导 还有一个就是对结果的检验 最重要的 我觉得就是培养学生 对音乐作品的感受能力 为他日后本科学习 对这个艺术创造打下基础 所以就前面我现在表述的 就是说我认为 培养一个学生 对自己身体的觉知力 这件事 我个人是把它放在我教学的 一个重心来说 我认为它是一种方法 有了这个方法以后 才能让学生跟知识之间产生关系 否则的话 就算假设说 咱们今天上午的 梅文老师也好 或者未来的我们这个 江波老师 讲的他们 其实讲的这些 从题目上看 其实它是一些知识 但这个知识和在座的学生之间 要想发生关系 不是说你坐在这听就行了 或者说我录下来 不管是录音还是录像 录下不行 我说的不是这种方法 当然这是必须的 你尽可能要来现场听 你尽可能要去录下来一些资料 以防以后自己可以再去回顾 但是我说的方法不是这些 就是对自己觉知力的训练和培养 再有一个呢 往下说的就是 培养学生的这个学期的一个兴趣 我不知道其他学校啊 我觉得现在我们碰到的学生 大家都在说 就是喜欢音乐的特别少 就是学习音乐的孩子 他们喜欢音乐的少 也没有什么表达音乐的热情 拉琴的时候都呆呆的 然后也不爱练琴 大家都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那个外音啊 是外部因素是可能大家都有共识 就是说手机啊 这种数码产品 这种微博微信啊 社交平台的这种自媒体的展示 网络游戏啊 包括大家获取的这种信息 非常的碎片化 其实这些都是非常干扰人的 你看为什么高考要 高考之前那个复习要去封闭学校 然后所有手机全部上交 每天像军训一样 早中晚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时间干什么 就军事化管理 然后包括像比如我们学校啊 现在就是为了治学生 上课玩手机 教学楼里面呢 就是上公共课的那个教学楼里面 上文化课的时候呢 所有的老师要把手机收上来 这还不算 他得把那个教学楼的信号屏蔽了 就是你根本就没有信号 你就想跟外界联络也不行 其实这些就是都是说 还是希望尽可能的想一些办法 暂时性的关闭外界的这种很复杂的 有用无用的这种碎片化的信息 让大家专注在眼前做的这件事情上 那么分析那个内部原因呢 我觉得是有感觉原来的学生啊 都是服中的阶段的学生 原来的学生好像比现在的学生 自理能力也强 然后自我学习能力也强等等 都会有这种反应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学生呢 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的干扰太多了 以前的学生说实话 没有这么多干扰 有没有这么多 现在的学生 就是这种干扰是 你看光一个手机对他们的干扰就有多大 可是以前没有智能手机的时代 那个是阶段的服中的学生 就这一样其实就这个差别就已经显现出来了 而且呢 就像我们学校的没有副小 从初一进校来 他们作为业余学习的状态 和现在的这种专业培养的模式又不同 他们本身转换也需要一段时间 少的呢一年 多的呢可能两三年 他们在这里跟曾经学习同样时间段 获取的那种获得感啊 是不一样的 以前呢 业余学习的状态的时候就是 考个级 一考就过 然后 每天只练半个小时的琴 一练 老师就表扬 因为是鼓励的嘛 他是非职业训练嘛 他就觉得我的获得感特别轻松 我就是这么做 我就有获得感了 可是进了音乐学院以后就发现呢 我比这个练的时间长 我觉得我比这个以前还认真了 天天挨骂 他就没有获得感 这一没有获得感呢 挫折感就比以前多 这个动力肯定就会变慢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 其实根本就不是他爱不爱音乐的问题 我觉得是一个学生 他在挫折当中锻炼自己的定力 得接受他 你不能单纯地抗拒和回避 你得跟他共处 锻炼自己的耐力和韧性 所以我不太同意说 现在的小孩不爱音乐 我倒不觉得是这个问题 大家肯定都知道 日本有一个那个林木教学法 他们培养孩子对学习音乐的兴趣是这样 虽然跟附中的这个情况不太一样 就是他们先对小孩 特别特别小的小朋友 他们先放一段小提琴的乐曲 反复放反复放 然后放的时候就问小孩说 那个好不好听 好听 想不想学 想学 那个想不想练 想练 然后呢就 就不给他练 就不给他发真的琴 就是不停地听 不停地听 然后好不容易有一天说 好明天我们上课来 那个我们可以拉了 结果一来呢 发了一把塑料的小提琴 就是根本不出声 但是那个样子是木头的或者塑料的 反正就是不能出声的 然后呢 但是小孩也是就 也开心得不得了 就是放着音乐 他就随着那个音乐 他就会去走那个 找那个节奏 然后就拉 就把他那个渴望的那个 调动的非常的强烈 我就不让你拉 然后呢 说能拉了 也只能拉这段 我就不让你拉下一段 就是比如说这种 我举这个例子呢 就是说 每个人调动学生 学习兴趣的方式是不同的 那么这样呢 虽然他不太跟附中的情况相挂钩 但是我想他也是一种就是提示给大家 就是你调动学生的兴趣点 甚至比如说你给他一些空间 像我在 我在那个跟学生布置作业的时候 我会给他一些选择的余地 比如说除了一些练习曲是我来布置以外 像乐曲我就会问他 我说你最近有什么想拉的曲子吗 我给他一些选择的机会 如果他提的这个想学的曲子呢 基本还算靠谱 就是比较符合他现在的程度呢 我有时候会尊重他的选择 我想既然你提出来了 那是你对这个事情是有兴趣的 那么我们干一件你有兴趣的事情 我想总好过是我被动的给你一个东西 你并不是很喜欢它 所以这个时候我试过 就是你对他的这种欲望跟愿望 你保护他之后呢 那么你要鼓励他来做 当然学生是 基本上是不太能客观认识自己 掌握知识的水平的 所以我们来帮他做分析嘛 那如果高了我就给你降低一小时 你这个可以再担一年 或者两年之后 咱们可以学这个 那么给他制定这个内容 我举一个例子啊 就是我现在在学校一个学生 前阵子我们附中的 共享贤和的活动的时候 比赛的时候 他还得了一个不错的名次 他呢在今年的 我们寒假的期末考试的时候 也就是今年一月份 期末考试的时候 他考的有一些进步 在他自己来说 我也表扬了他 他呢就想乘胜追击 就跟我提 说老师我想来储颂 他当时初二 第一学习刚过 我说储颂啊 那个这样 我说你呢 现在刚刚有点起色 你再让我观察你一个学期 如果你仍然是这样 稳步的提升的话呢 我就奖励你一个 因为你那么想拉这个 我说那咱们就奖励你 咱们就试试看这曲子 所以在三月份开学的 这个寒假呢 他就继续学习 我并没有安排这个曲子给他 孩子学习肯定还是属于 比较跌宕起伏的啊 但是最终在那个 三月份开学的 那个期末考试的时候 到七月份考试的时候 还行 也有一定的进步 然后这个时候 他就又跟我提说 我还是想拉出错 我也想行 既然答应过他 而且人家这个期末考试呢 也还基本算顺利完成 我说那好 你就运用这个暑假 这个时间 你就回去自己完成试奏 和基本的 自己学习的这个阶段 然后暑假回来 以后咱们看 结果呢 结果就是 自己完成普面的能力非常差 其实啊 视频音频谱子 而且是带着公职法的谱子 全有 在放暑假之间全给了 我建议你听的音频跟视频 然后把有公职法的谱子 全给他了 然后他又那么兴奋的 自己想学这首曲子 你觉得这事应该差不多了吧 结果就发现呢 回来以后特别差 从影子都没拉完 我已经有一种 很失望的感觉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你保护他的这个兴趣 他的愿望 鼓励他没有问题 可是我们还是退回到 第一个问题 就是 你最后体验跟感受 还有这个觉知力的这个素质 当你没有被培养起来的时候 你就是多鼓励他 你就是给他提供了多好的条件 你最后得来的根本就不是有效的学习 就像我刚才说的 不是说你今天坐在这个场地这儿来听这个讲座 你就一定比没来听的人一定要强 我觉得未必 你要坐在这儿一直玩手机 或者一直在什么呢 你一样啊 跟那个在外面 今天没来的人最后得到效果是一样的 你还是没有方法 所以我觉得光教知识是不够的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 我买本书 买一个教材 就像刚才我说的 把教材给你了 代工之法的 音频视频全给你了 然后最后呢 甚至就是有的人说 那个现在不是网络课堂特别流行吗 也有很多老师去录网络课堂 然后也有人问过 我说你对那个网络授课这件事情的看法 我觉得分怎么说 如果从更大面积的传播知识 这个角度来说 它肯定是特别好的一件事 而且是回避不了的 甭管你喜欢不喜欢 这件事一定是一件回避不了的事情 但是我刚才说的是 从传播知识的角度 它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可是我认为呢 知识和人之间 需要一个东西来让他们发生关系 那个是你的智慧 智慧和能力这件事 不是网络课堂能干的 所以我说那个它只是 是不一样的 因为知识的受众群是人啊 人是有千差万别的呀 就是在我们现在在同一个课堂里面 都对着同一个教材 同一个老师说的话 你听到的也是不一样的东西啊 你一个词条进入人的大脑的时候 激发几百万个神经元 我激发这样的几百万个神经元 你激发那样的几百万个神经元 然后我们的不同的神经元在一块 又以不同的方式传递 那你说当然就会出现 同样的人 这个不一样的人 坐在同样的课堂里面 听着同一个人说话 最后所有反应出来 和你记忆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觉知力的这个诀呀 就是感觉的那个诀 那个东西是一定要面对面 手把手 用极尽可能的这种语言和方式 一点一滴的去唤醒学生的这种感受的 它不是说光是拥有一个知识的这个工具 还更重要的是你要去获得一种 你去挑选辨别排序的能力 而且这种能力呢 是一种 我认为是一种熟能生巧的直觉 就是当你掌握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判断这件事情 以及你怎么解决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种熟能生巧的直觉 就是你已经有这个存储了 然后你当你看到这个难题的时候 你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它的时候 那个是一种直觉 可是这个直觉是怎么建立的 就是大量的你反复使用 最后融会贯通 然后你才能有这个直觉 昨天晚上我再插一个话 昨天晚上那个 我们在外面抽烟 实在是一个不好的习惯 然后呢 那个游老师跟我说 哎呀我十年前就把烟戒掉了 我其实之前也是抽烟的 然后呢 我说你看 那个我特别爱上纲上线 我说你看 所以决定一个人 就是一个人的决定啊 不是由他的知识决定的 是由他的价值观决定的 就是大家都知道抽烟不好 但是你因为抽烟不好 你戒烟了 可是我并没有因为 我知道抽烟这件事情不好 而戒掉它 就是因为我的价值观觉得 就是我愿意 我想爽的一下 所以我决定了 我抽它 我也知道它对身体不好 所以你看 其实知识这件事情 不是决定你要干什么事情的 真正的那个决定元素 还是最后是存储在你脑子里面的智慧 和你的价值观 最后一个部分 是我在准备这篇论文的 在准备这篇稿子的时候呢 我突然想到 我前阵子不是去中央音乐学院 参加他们的艺术节吗 其中呢有一个 有一个环节就是 关于胡琴重奏的一个论坛 当时呢 我在上面也有一个简单的发言 我想把这个发言里面的 有一些重点的东西呢 在这儿也跟大家进行一个阐述 我尽量精简啊 因为我已经马上到时间了 重奏呢 因为咱们现在在座的老师 包括同学也都参与过 重奏的训练 或者是这种弓弦乐团的训练 我觉得它的好处啊 合作意识 在这个训练过程当中 你除了要练习你自己的 这个专业本身以外 首先是学会的合作 这个非常重要 学生在未来的工作当中 主要是以乐团的工作为主 那么需要从小呢 养成与人合作的意识 甚至即便你不是在工作当中 就是日后 你甚至没有从事演奏专业 那但是你还是时时刻刻 要跟人发生关系的嘛 所以呢 现在我们通过这样的训练 把这些独生子女啊 这些家长什么都给孩子准备好了 然后这种指令性的反应的 这种教育下出来的孩子 他们没有明确的参与感 跟自主性 所以室内乐重奏训练 是可以帮助学生提高 这种非常有参与感的合作意识的 第二呢 就是倾听意识 独奏的时候是以一个人伴奏为主 而且呢 是有主次之分的 大乐队的时候呢 又有指挥 自己呢 就是一个所在演奏声部当中的 一个其中一员 那种担当感是非常不明显的 但是室内乐重奏训练是单打一 就是我们说的一个萝卜一个坑 需要演奏者在完成技术的同时呢 还要理解作者的意图 而且在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 你需要知道自己的角色 所以这个里面 其实是有创造的 必须要独立地完成一个声部 还要与其他的人 变成一个整体的时候 你才可以共同完成这个作品 所以在合作当中 培养了倾听能力和创造性 大家达成了一致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缺一不可 这样的一种训练呢 从合作意识 听觉 敏感度的训练 以及创新意识上面 都是一个全方位的培养 第三呢 是促进创作的发展 我在这里不说这件事情 因为跟我们的教学的方向 跑偏的比较多 那么我自己来说的话 我是从2012年 建立了一个重奏小组 名字叫做月影闲情 也是跟学校的一些老师 有这种合作 专门改编或者原创一些作品 我们来省眼 我自己的体会是非常多的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教学相长 谁也不是从一开始 就会重奏训练的 因为我们之前的教学 我们学习的时候 就没有特别系统地 学习过这种重奏的东西 也是一边教学生 一边自己学习 但我觉得经过 附中阶段重奏训练的学生们 他们的独奏 他们在这个独奏和大合奏当中 感到的这种演奏的状态 是不一样的 对前面提到的这种合作意识 倾听意识 和这种主动创造的意识 是有明显的提高的 也丰富了我们教学的 自己的这个方式和能力 那我下面要说的一个观点呢 就是我自己要觉得要重新阐述一下的 就是因为我在去年的那个另外一个活动上面 关于这个问题阐述的时候呢 有一些前辈老师面就提出了质疑 我觉得是因为我当时没有阐述清楚 所以呢就最后一分钟的时间 我觉得我当时说的话是说 我认为重奏训练跟独奏 这两件事从本质上没有区别 我还没往下说呢 然后这个老师就说不对 那个怎么可能没区别呢 重奏跟独奏怎么可能是一样的呢 我当时想说的是 就是重奏训练啊 它其实还是一种表演形式嘛 它跟独奏不一样的地方 当然肯定是不一样的 就是它表演形式上和它侧重面肯定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说就是真正重要的是 你在重奏训练的这样的一个规矩和规律下 关键还是看你老师到底想告诉学生什么 我认为这很重要 而从这一点上说 我认为它跟独奏没有区别 我其实当时想阐述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当时是因为没有给我足够的时间 让我去做进一步的解释 才会引起这样的误会 那我想借今天这个机会呢 也跟大家也表达一下这样的意思 我想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取经的路上的 这个取到什么样的经不一定 但是我觉得咱们在这条路上的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 我觉得都应该是在自己已经获得或者是正在获得 或者是还没有获得的这个知识的道路上 要不停地学习 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能力 学习知识的能力 转化知识的能力 观察和感受的能力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表达自己的能力 跟大家共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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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